跟R740分之中 那沿著1110方向就沒有那麼簡單 沿著1110方向應該怎麼做呢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是沿著這個方向的話 我們的速度會變成怎樣 首先我們先看一個比較簡單的 今天我的坡是往這邊走 那假設我對於上面某一顆粒子來說 我看到的位移是上下移動 我要往前走嘛對不對 不過是往前走 可是我今天例子感到是這樣上下在移動的時候 就好像我在跳波拉舞對不對 跳波拉舞你的向的速度是 什麼 大家有這樣跳起來移動這個速度嗎 叫向速嘛對不對 可是對於你來說 你在跳波拉舞的時候 你只看到我今天會的其實 經過裡面你們跳起來 對不對 好這也是一樣 假設我們今天 我的位移是沿著自己方向在位移的話 但是我跳過方向是1110方向的話 那我的解會長成什麼樣子 沿著自己方向移動的變數是ω對不對 ω就是什麼 Z的 Z ω就是什麼 Z乘上E的Zx 加上Y乘上E的Zy 加上Z乘上E的Zz嘛 對不對 就是沿著X 沿著ω米卡方向移動 沿著Z方向移動 所以ω米卡是誰 沿著I 這時候呢 我的空間位移呢 因為沿著P10方向 你就要包含什麼 包含了 Kx X 加上KY 那隨著時間移動 還是一樣 ω米卡T 這是它的這個型 好 那我們今天如果把這個解呢 帶進去的話呢 帶進去哪個式子呢 把這個式子呢 全部改成什麼 全部改成什麼 Z方向 對不對 那U全部改成ω米卡的話 那我們得到的解呢 會是ω米卡平方中等於 C44 K10方加KY平方 那在這裡頭 我們假設 X跟Y 現在是Cubic 對不對 Cubic有一個 我們之前能夠解這個 解它的這個 C1 C1 C2 C3 的時候呢 我們在解這個東西的時候呢 我們做一件事情 因為對稱性的產生 所以我們可以把很多 不必要的C值拿掉 對不對 這也是一樣 今天 KS跟KY 什麼叫做X 什麼叫Y 是因為你去定義 這個叫X 叫Y 對不對 我是不是也可以把它拔過來定義 是不是 所以 KS應該要跟KY 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寫成 KS0方加KY 沒有什麼 K0方 那其中這個 每一個KS跟KY 分別是什麼呢 我先把它寫下來 今天我可以說 我的KS0方 加KY0方 等於K0方 等於K0方 那因為KX KY 可分 所以呢 我可以說我的KX 等於 跟到2分之K KY 也等於跟到2分之K 這樣子來說 他們以換算來說 是不一樣的 因此呢 這在一起 會有個個字 等一下我們不會用到 好 那這個呢 是我們剛剛得到的這個解 到目前還有什麼問題 那這個解呢 我們進一步來寫 Omega0方 等於C44k0方 所以我一樣 我的B 等於Omega 除以K 所以等於根號的什麼 根號的C44 然後呢 除以Low 對不對 那這個指跟我們前面 算 沿著 什麼 這個方向的 兩個橫波是一樣的嘛 對不對 也就是我沿著Z方向的橫波 沿著Z方向的橫波 這樣子 這是上下移動的 這是上下移動的 上下移動的 好 很波 G方向的很波 它的指跟 這樣 沿著Z方向走的 是一樣的 這是第一個 好 這是第二個 我們還是要把沿著 純Z方向 是純Y方向的指 移動的 的比例子 去考量 所以今天 我用 u就是u exponential這個指把 帶進去 就是把他的Omega 改成u 就是說 今天我沿著Z方向的變化一樣 沿著Z方向的變化 把它放進去 還有呢 把它沿著Y方向的變化 帶進去 那如果把這兩個給帶進去的時候呢 我們沒有辦法像我前面一樣 單獨一條方式就解出來 我們要得到什麼東西呢 我們會得到的是兩條式子 一條式子是我們一條平方 周U等於CEEKX 這樣軟軟一堆 還有呢這樣的一堆 那前面剛好單獨一個式子呢 只會剩下 KX或是KY 對不對 可是這裡頭 你除了有KX,KY還一個KXY 所以這樣怎麼辦呢 剛好我剛剛有講過了 我的KX跟KY 因為對身性的關係是不怎麼分的 對不對 所以KX用更號2K KY用更號5K去 那我把這個一把更進去之後 40K再幾乎的去解換 解換成什麼呢 這就是變成2分之一一出來 這時候變成這樣子 我幫他寫一下 我們本來的式子 我們本來的式子 我們把0u 我如果把剛剛那個式子在另外 變成C1 K11 加上 C44 K1 然後 然後 U方向 再加上 再加上 C12 加上 C44 X KY 然後呢 乘上 B方向 好 那另外一個呢 是 Omega K108 0 中 B W C 11 K18 加上 C44 K Y0 然後呢 它是B方向 加上 C12 加上 C44 KX KY B 好 那這整個式子呢 你要注意到一點 這個是U 這個是U 這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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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頭這是B 這是U 好啦 那我們除了要把它寫怎麼樣 Omega 08 Low U 等於 1分之1的 C11 K08 對 1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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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1 加 C44 U 加上 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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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2 加 C44 B 那下面呢 是Omega 08 中 B 等於 2分之1 C11 加 C44 B C11 加上 2分之1 2 加 C44 U 好啦 那我們的目的在做什麼呢 我們要去解 你的 U 跟 B 是多少 對不對 這怎麼解這個問題 怎麼解 U 跟 B的值是多少 這時候我們就需要用到什麼 旁邊的式嘛 對不對 我們把它 變成什麼樣的形式呢 變成 我想要做是怎樣 把它變成 一個 A1 X 加上 B1 Y 等於 C1 A2 X 加上 B2 Y 等於 C2 對不對 對不對 聽說 左邊那邊是2 K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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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拿到一項整理一下 一項整理一下 一項整理一下 就要寫出一個這樣一個 旁邊字 其中我的U1的係 U的係數 在這邊 U1的係數 V1的係數是這一個 U2的係數是他 V2的係數是他 V2的係數是他 可以嗎 好 那 最在係數這樣的話呢 我們要承開來 他就會有兩個根 第一個是U1 B1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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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 C4 K 所以 U1 我得到的速度就是 2 C1 C1 C2 C4 就是我的 沿著 這個 Omica的話呢 是 這個 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項 然後這是一個項 我們先不要說他怎麼震盪 就有這兩個速度 一個速度是什麼呢 一個速度是我的V 另外一個V等於什麼呢 根號 2都分之 C1加C 12加2 C4 這是其中一個項 V2 V3 是等於什麼呢 根號的 2都 然後呢 C1 -C2 因此呢 我三個速度就解出來了 首先我就講三個速度 第一個速度是 沒有插掉了 周分 C4 4分之中 可以跟他 第二個速度呢 這一個 第三個速度呢 是這一個 好 那這個來說的話 第一個 這個根 這個根 它對到的是一個重坡 是一個重坡 第二個根呢 它對到的是一個橫坡 那你怎麼知道第一個根是重坡 第二個根是橫坡啊 很簡單 再把它帶回去公式裡頭 我們如果把第一個根呢 帶回去剛剛前面的那個式子裡頭的話 我會得到一個結果是什麼 把這個給帶進去 帶進去 最後呢 我消掉之後呢 你看喔 這邊 2分之1C1 1C2 2C44 2分之1C2 C44 2分之1C2 1 2分之1C1 1 2分之1C2 兩個什麼 C44 就是 所以最後 前後的記錄下 我們要來解決 U等於V 好 什麼叫做U等於V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們剛剛畫的图是這樣子 這是 這是X方向 這是Y方向 這是B方向 對不對 那 這個V 我們擺個模式好了 這個畫的樣子 這是B1E的方向 今天我的震盪 當我U等於V的時候 什麼叫U U的位移是這個方向 對不對 V的位移是這個方向 所以 當我U增加的時候 V也增加 U增加 這樣子 對不對 V增加 這樣子 所以他們的和向樣是什麼 往這邊走 對不對 同樣的 U減少 V也要減少 對不對 它就往這邊走 那麼 然後這樣是震盪的 跟我波形 方向 同向的震盪 這種波是什麼波 這種波什麼波 重波 對不對 U增加 V也增加 U減少 V也減少 U跟V完全一樣 對不對 U既然的方向震動 V既然的方向震動 所以U增加 V這樣 它就往前走 U減少力量 往後走 所以這樣一個波形式就是這樣子 你如果 如果拳頭是這個波的樣子的話 這就是什麼 總波 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解釋總波 那同樣的 我們把它帶到 把第二個解 帶到什麼呢 帶到你的方向市裡頭 我們會得到一個解釋 U的元復必 什麼叫U的元復必 當你這往上走的時候 我這就往回走了 對不對 所以就你的核相量長什麼樣子 我把這個移過來這邊 借我一下下時間 把移過來這邊 所以我的核相量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 U等於步兵 這個增加 這個減少它的核相量是這個方向 那 U減少 V增加 它的相量是這個方向 所以 所以 我前進的時候 我前進是波的話 我前進是這樣子 所以 這是什麼波 橫波 對不對 因此我三個解 第一個解 是這樣子走 這是橫波 對不對 第二個解是這樣走 這也是橫波 第二個解是這樣走 這是橫波 第三個解是這樣走 又是橫波 所以一樣是兩橫一重 兩橫一重的這個 橫波的這個形式 所以課文就有一張圖 這裡頭有一個橫波 一個重波 然後兩個橫波 對不對 上下 那沿著一橫方向呢 有什麼呢 這上面是橫波 這邊是橫波 這個重波 那事實上還有一個 沿著一橫一方向呢 那比較複雜 就沒有算 好 那因為這個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就先上到這邊 下課 跟老師說 那是橫波 �발 一點 有個小字 有關 這是橫波 感谢观看